台北市政府今天公布第三名副市長人選 由原副秘書長張溫德升任 判為台北市成為未來之都的願景增填主力 研考會主委于政華則升任副秘書長即日起生效 也感謝市長的支持跟提示 那這次的任命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議程碑 也是一個莫大的責任跟挑戰 在我深知在市府的團隊的各項努力的成果 都有端賴於我們市府團隊共同分工合作 在每天例行的工作裡面逐步扎實的為市政奉獻 那我可以在這個職位上面協助市長 穩健踏實的推動各項市政的推動 同時呢帶領了市府團隊 在各項領域的推動上面 讓更多的成果可以讓市民有所感受 感受到我們的改變跟我們的努力 副秘書長之前 歷任內政部的參事 國家駐渡中心的執行長 也在新北市 當過這個獨更處的處長 以及承鄉局的副局長 戰爭之前呢也在台北市歷練過 所以呢是這個國家中央跟地方歷練完整 並且呢在雙北都有治理經驗 並且在過去的工作績效當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是能夠縱觀全局整合協調的能手 那也因此呢和政府的東西來公佈我們的副市長的人選 張萬德被問到如何與另兩名副市長分配工作 市府發言人也對此回應 我在這個職位上面包含了 未來跟兩位副市長做緊密的分工合作 在市長的安全之都 運動之都跟未來之都的願景之下 我們會協助市府團隊的同仁呢 把我們例行工作的跟我們施政願景目標 所要達成的各項里程碑 努力的展現在市府營同胞面前 那在安全之都的部分 包括任性城市 包括各種工程跟防災 其實我們的理事院副市長 中央集是當中的 就是說全國範圍內的交流者 那也會持續來督導跟推動相關的業務 那在這個運動制度的部分 那重點是活力 包括文化教育社會等等的 這種軟性的實力的累積 那這些呢 一樣是由我們的林副市長 來進行相關的推動 那這個張萬德副市長 包括在這個未來制度的部分呢 其實本來包括人工智慧 在相關的層次 市長說過很多次的 Founder Friendly City 跟AI Driven Smart City 都會使張副市長 在本來副秘書長的任內 就已經在協助規劃推動 並且在副市長任內 也會去來進行督導 張文德在副秘書長任內 協助降溫城市 任性城市等規劃 也負責2023跨年晚會 2023燈會等大型活動的維護計畫 資歷經驗都相當豐富 上任副市長後 預計推動創業家友善城市 與人工智慧驅動的 智慧城市等政策 記者溫軍 台北不倒 未來跟兩位副市長 主席